講開酒桶型換錶,大家想起最貴的或最當紅的當然是Richard Mill 其實還有很多手錶都是酒桶型 包括我經常介紹很喜歡十多年前很流行的Fanmilla 其實還有很多,你細心想想 例如其中一款是這款Spirit of Big Bang 崑崙的金橋系列,甚至一些古典的盧力士的Chilini 一些舊的Pater Philippe 甚至是江斯丹頓的馬爾他 其實酒桶型的手錶非常多 究竟誰出仙呢?眾說紛紛 江斯丹頓在一些很舊的手錶裏 譬如1910年代的馬爾他是酒桶型 當然,現在很多人會想酒桶型的始祖是Fanmilla 或者Richard Mill,當然不是 因為這兩位仁興都還健在 有多久呢? 名字 以這個人來明明的手錶還是健在 可以說他們倆把酒桶型的手錶推至極貴 但始祖當然不是他們 Anyway,Uber 也加入了這個市場 在2014年製造了Spirit of Big Bang 有點像汽車的SUV 當流行那種車型之後,每一間廠都做 流行走桶型就很多廠都做 其實有造的廠非常多 做得好不好看,或者做得合不合大家的心水 合不合大家的價格 可能就是大家選擇的原因 這個樣子其實見得很多 尤其以我來說 因為我很喜歡看球 如果看英超 或其他球賽 很多教練都會帶這款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這個學營 Spirit of Big Bang 就是多到不得了 你差不多每晚看英超 看幾場 一定有教練帶一隻 如果是明星 即是C-Long 或者韓國送送機等等 就非常多 因為Uber 始終是LV集團 大把錢 廣告任造 因此 當它力推的時候 當然在收市上絕對會不錯 其實它是主力推廣 或者Uber 自己都是這樣 就是高科技 在這款裏面提倡要輕盈和超強悍 因此除了六顆Titan螺絲之外 它用的物料包括Titanium 譬如這款,塔金,陶瓷或碳 亦都有一些用Surfier Crystal 在玩物料、創新潮流、顏色和無限合作版本 Uber 一定是一哥 你想得到的合作版本 牛仔褲、眼鏡、明星、飲食、酒、飛機、大炮什麼都有 因此如果你喜歡古怪的東西 Uber 一定能幫助你 這款手錶也有它欣賞的地方 但買的時候有幾項需要注意 這款其實是原裝轉的款式 641系列 字頭 現在好像已經可以撐出642 一款全泰合金 全爆石的款式 這款式其實是用4700機芯 是一個開放和有少許Skeleton的機芯 這機芯雖然叫做Uber 4700 其實是Airpemaro 當大家教日力時就知道 和平時傳統教日力和教時間的段數 一格教日力和兩格教日力 平時有很多時大家玩開就是 Low 或者一些 7750等等 一格教日力和兩格教時間 這樣會反過來 因為調度下非常爽手的計時 輝彈很爽手的 比一般的Airpemaro有少許不同 非常漂亮的 將整個機芯 開放給你看 日力 日力亦完全是 開放之餘有少許的Skeleton 就讓你看得到 今天的一號 什麼的一點等等 背面都是這個 流空了 鎖的機芯 不是很雕龍雕鳳 但做得很漂亮 有一種非常具科技感 以及比較潮的感覺 它有分42和45mm 我強烈建議 一般人的情況下 42已經是非常之大隻 這隻是42 已經是非常之大隻 再大一點我都戴不到 45是巨型的 如果你的手是很巨型 你可以選擇45 一般情況下 42已經絕對足夠了 我個人見解 不需要買45 45真的大得很厲害 一條非常之傳統 很漂亮的UBO 面鱷魚皮 底是膠的這個帶 加上這樣扣住 很少會弄壞 雖然這條帶很貴 當你買回來 非常之耐用的這條帶 因為表面 包括殼及Betzal 都剩下所有鑽石 Case有156顆0.89卡 Betzal有164顆0.9卡 總共320顆1.79卡 原裝石 這條帶不是太貴 只價是賣25至6萬 100mm 防水 其實想說買這條帶有什麼好處 Uber這個品牌當然在大陸極流行,日本很流行,歐美也很流行 香港沒有那麼流行,不知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香港受歡迎的程度未必有其他地方那麼高 這個品牌的好處是甚麼呢? 第一,這款手錶,或者這麼說,如果你想買一款原裝石的手錶 其實Uber是比較便宜的,大家細心想想 如果你要買鑽石的手錶,原裝石 如果你買有個圈的勞力士是原裝石 是可以打大六位數字的錢,甚至是打大二十萬、三十萬 如果你是買AP或其他品牌,其實原裝石貴很多很多很多 Uber原裝石是很漂亮的,但不是真的貴那麼多 其實坦白說,那些石不是真的貴,雖然原裝石絕對比你出去箱 但還是有個抱的,有時候有些牌子收得比較貴 當然它定價,又或者雙工,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想買比較相宜的原裝石的手錶,Uber有一個好選擇 當然可以買其他款式,沒有那麼包石,或者再包一些 還有帶子也有,這支錶加上非常高質素 各殼的處理,多層的結構 加上酒桶型帶上手非常有型 缺點當然是有一個,就是很多人會說 這支是Richard Mule,多少錢? 為何不買Richard Mule,要買Uber? 其實當然價錢也反映了,Richard Mule這樣的錶 就有1200至12000都有,但Uber這錶便便宜很多 加上也是一個不錯的牌子 應該這麼說,在LV集團裏面,Uber已經是最頂級的牌子 因此整支錶感覺都不錯 加上極等本去做Marketing,找極多的明星、球員去帶 其實整支錶整體感覺都不錯 但缺點就是會被人問,為何不是買Richard Mule等等 但亦都說真一句,這支如果是Richard Mule任何的型號 帶出街也有種壓力 這支錶當然都是很閃亮的 帶出街也有少許壓力,但壓力遠比Richard Mule小 正體來說是一支如果你想買原裝石箱得漂亮 又比較潮的牌子,很多個好選擇 但25萬的定價不上下,當然不是便宜 這款式亦少有Uber跳樓不太多 因為它始終樣子比較可愛,而且很容易搭配 這個型號當然,這個鶴型當然 整隻石有些朋友未必搭配到 但這個鶴型比較平易近人,因此跳樓貨不太多 因此如果看到有水貨或二手的話,價錢也不會特別便宜 正體來說是一隻非常好的Richard Mule代替品 但亦都這樣說,不只是等於代替品 這支錶亦都有它自己的標籤 加上這條皮加膠帶 始終你膠帶 Uber都算是使用的始祖了 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在裡面 至於你說酒桶型是否抄人呢? 剛才說過,江斯丹和百多年前馬爾太已經是酒桶型 因此是誰抄誰都很難說 但你會看到很多明星或看球時都會看到 有機會跟足球教練撞的手錶 今天跟大家說說這支 比較少人說的Uber 這支Spirit of Big Bang Titanium的爆石系列 多謝各位